核四重啟 虎神再起 苹果出海直擊 廠區周邊斷層活動多 2014年4月 政府宣布核四計畫封存 海間進行中的核四地質調查報告也無疾而終 近期重啟核四 虎神再起 永和人士黃世修3月發表 核四起封商轉發電 公投提案理由書 宣稱核四周遭的奧底 貢寮 方角等斷層 80萬年以來已不屬於活動斷層 可是另一方面 反核團體為了驗證 核四周邊是否存在活動斷層 邀請專家學者在7月5號搭船出海調查真相 從宜蘭烏石港往東北方向行行到龜山島 觀察核四廠區周邊火山活動狀況 再往西北方向行行到核四周邊海域 蘋果信旺記者特別隨環團與學者出海採訪 在靠近距離核四廠區約20公里的龜山島附近時 就能聞到陣陣硫磺味 並目睹龜山島的龜首有溫泉噴出 周遭的海水呈現如白色或淺藍色 類似陰陽海的景觀 龜山島不是只有說這個火灘 它這個海底下還是有這個小的火灘 前面的海水已經變成白色 然後等一下如果再靠近一點的話 你應該可以聞到那個硫磺的味道 這個地方底下當初我們調查過 差不多有六七十個那一種噴泉孔 這個白色的就是底下的這些噴泉上來 我在龜山島附近我可以量測到每一天可以收到200個地震 那就表示我底下的這些岩漿庫還是活的 中央研究院五月公布的最新研究報告也指出 龜山島是火火山 噴發機率是大屯火山的石碑 一旦噴發孔引發五公尺高海嘯 核四廠龍門電廠的外海 大概在20公里以內至少有七條的活動斷層 這些活動的證斷層都是近十年來 在科學界有很多的一些新資要出來 那我想這個在70年代的時候 蓋核四廠的時候是沒有的資料 線型八就是從外海大概這樣延伸 進到海岸附近那邊有很多房子 那個就是奧底漁港那邊 另外一條證斷層在宜蘭外海這邊的線型九 它可能延伸到南洋平野裡面的礁溪斷層 那如果這兩條斷層接起來的話 大概至少八九十公里到一百公里這樣 因為斷層越長的時候呢 它引發的地震就會越大 在宜蘭外海這邊 有這麼大的一個斷層 它很有可能會引發大的地震 然後同時可能造成海底山崩 引發海嘯 陳維山質疑台電過去做的核四地質報告 宣稱這些斷層是不連續的 忽視了潛在威脅 它把一條可能長度三十公里的斷層 把它切成三段 變三條 三十公里去模擬地震的強度的時候呢 跟你一條十公里模擬強度的時候 是完全不一樣的結果 目前我們的地質資料來看 這麼長的活動斷層 而且這麼接近核四場來講 萬一有一天發生地震的時候呢 地表震動的加速度會非常大 應該是遠超過目前核四場的設計 耐震係數0.4G 我個人也認為說 是不宜重啟這個核四場 因為它的危險性太高了 經濟部六月已要求重啟專家審查 無論未來核四封存或起封 都必須弄清楚周邊地質斷層 讓國人放心 不過重啟核四公投領先人黃世修返國 回山島的火火山岩漿庫 以及核電廠旁斷層 都還在學界研究階段 我們在去年公投就已經拿出 中央地調所的一座報告 它確認了核四場附近是沒有斷層的 這最近的斷層在35公里以外 而且是非活動斷層 黃世修強調全世界沒有一座核電廠 因為地震出事 即便是日本311福島核災 根據日本國會獨立調查報告 事故原因是人為疏失 而不是地震或懷孝 因為核電廠其實是人類最堅固的建築物之一 如果真的有個地震能夠震垮核電廠 我一點都不擔心核災 因為那個時候 台灣已經沉入整個太平洋了 台電發言人徐造華則表示 如果要重啟核四 包括編列預算 原來會申請起封施工及測試 至少需耗16到7年 尤其核四設備超過20年 需要開換 部分零件已經停產 台電要取得備品有困難 換言之藥重啟核四困難人多 並非公投能輕易下定論